想说就说,非说不可 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 今天我想给韩国瑜一点建议 什么建议呢 就是他在6月1号以前 我觉得没有做的事情 我觉得6月8号的时候 现在今天才6月5号吧 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考虑 是不是要可以修补一下 什么事情呢 就是6月1号 韩国瑜在凯达格兰大道造势的时候 那时候听说郭董要来 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 他是不是应该就让他来 这应该没关系吧 我为什么觉得让郭董来没有关系 甚至于我都建议韩国瑜 假如可以的话 你把这些国民党要参加初选的 每一个都请来 其实我觉得你要对自己有点自信 因为我觉得初选就是你了 可能台湾2020年总统也就是你了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你要展现一个 马上要做台湾总统的气度 其实不管之前国民党 或是其他的党 或是其他不管是谁 怎么黑你 怎么骂你 怎么在背后捅刀子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领导人 那应该是要放下这些事情了 因为你的气度跟高度要不一样 当然我这样讲 很多人都说 什么呀 这台湾以前古老的这种政治论调 是 没错 但是我还是觉得 不管什么论调了 政治论调了 我是觉得人的社会 都是要互相帮忙的 尤其是台湾这个社会 我们讲究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信 包容跟温暖 台湾是个人情社会 那既然你韩国瑜 现在人气这么高 大家也这么支持你 那我觉得 你就应该要包容其他的候选人 我知道现在 在媒体上也好 网络上也好 很多人在批评韩国瑜 支持韩国瑜这些铁杆韩粉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了 因为我们就喜欢韩国瑜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人 所以说 我才建议说 好 韩国瑜你现在既然朝总统之路迈进的话 我觉得我希望你气度大一点 眼睛往前看 不要往后看 注意明天的事情 不要想起昨天的事情 就是说 6月8号这场造势 是不是 我觉得你应该 就打电话给所有参加总统初选的人 包括什么赖清德也好 包括甚至 蔡英文你也打吧 怕什么 王金平 郭台铭 朱立伦 通通打一遍 请他们来 因为你觉得 你可以不要把它比喻成什么选举造势 你可以说我们爱台湾 护台湾 顾花脸 随便你讲 但是我觉得 电话打了以后 来不来 那是一回事 可是我建议你 打了以后 他们不来 你就可以大大方在台上讲说 你邀请了谁 邀请了谁 邀请了郭台铭 邀请了赖清德 他们都邀请了 但是他们没空 你也不要骂他们 他们要是来的话 好好的在台上面 我觉得就捧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坦白说 今天最亮的一颗星还是你 可是你今天把这些人在台上捧了一遍了 也许有些人 他就给自己找到台阶算了 我就退选了 因为你给他面子了 我觉得人活到一个年纪 尤其是政治人物年纪就偏大 他们最需要可能是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可是假如说 我们现在用冲撞式的 我们就是跟他对决 就是媒体讲的不是我讲的 说韩家军现在组成的铜墙铁壁 让韩国瑜 把韩国瑜保护得非常好 可是相对是不是 别人也进不来 别人进不来 坦白说 假如你选上了以后 那你要找谁帮你吗 你难道不需要一些地方的资源 或是人才吗 我相信这些候选人的手里 不管是谁 多少都有点政治资源吧 这些人才要是可以帮你 或是资源可以帮你 是不是对台湾更好呢 而不是只对你韩国瑜好 这是我的建议 要不然我觉得韩国瑜 你还有第二条路 就是好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好 我就一个人独行 我就自己打天下 自己各处招兵买马 自己找人才也可以 这点我也支持 但是那好 既然要做做到底 那就麻烦一下 把台湾的政治制度 政治风气彻底改变 包括这些政党 你彻底把它消灭吧 你重新建立一个台湾的新的政治的形态 跟模式 我建议说 你就干脆回到民主政治 真正的民主政治 而且是不是该检讨要不要修宪 总统的选举 为什么每次都搞到大家阴谋算计 就为了把谁打败 然后两个人 你可以余翁得利 这样的选举制度 我觉得对老百姓也不公平 为什么每次都是 两个人 恶虎相争 只有余翁得利是那个最差的呢 所以说 假如说你可以改成绝对多数 或修宪以后 变总统之后内阁制 讲清楚 三权分立 不要什么三民主义五权限 那个已经过时了 用了一百多年了 而且已经证明 对台湾是越来越糟糕 我们应该重新建立一个政治制度 所以就说 好 今天韩国一 假如说你今天选上台湾总统了 你要面对的是 到底是不是你要找人合作 还是你要彻底摧毁这个制度 或彻底改革这个制度 让这个制度完全改变 让台湾人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模式 新的政治思维 我觉得老百姓这样才可以安居乐业 国家才会稳定 而不是你选上以后 万一所有人都扯你后腿 就跟你在议会执行的时候一样 所有人都变成你的敌人 你韩国武功再厉害 我相信就算天下无敌 每天有人挑战你 你也会累吧 假如说可以跟大家合作 而且是选完以后 大家可以好好坐下来 一起合作的话 那这个选前的这个抚平就很重要了 不要什么都不做 打电话给这些人 而且不要就 好像高高在这上 要等人家来找你 我是非常不建议这样 今天假如很多人都愿意说 我主动打电话给你说 我来看你 就算他是来蹭寒流的 那又怎么样呢 大家当朋友 多一个朋友 你自己不是讲吗 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 这些人不管是老郭也好 不管是赖清德也好 赖清德 当然民营党也许你们都不要聊 随便你们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些大佬们 就算讨厌 但他们有资源 拿来用 对你绝对不会有坏处的 以上这是我的建议 我希望在以后 每一场招式场合 你都做这个动作 把这些人都请来 不然是他的事 但是你做了这个动作 我相信 慢慢的这些 所谓年轻人也好 中间选民也好 媒体上所说的这些 已经开始离开你的人 他们就会回来 这个你不用担心 所以韩国瑜 我还是祝你高级票当选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你是目前为止 最有魅力 而且真的为老百姓做事的人 OK 祝你高级票当选总统 也希望你呢 切除大一点 包容所有的人 好 今天节目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再见